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我们看过 PickJuan担任代表的韩国大型连锁公司 Tobon Korea的Yondon Bulgatsu 加盟店主们因生意不如公司的预期 要集体举报PickJuan的消息 对此PickJuan的公司立即进行了反驳 并公开了录音记录 6月18号 该品牌的几位加盟店主 在总公司前集会抗议 他们主张PickJuan的公司 自2022年开始招募加盟店时 宣传预计日销售额最高可达400万韩元以上 于是签订了合同 但实际经营后发现情况完全不同 Yondon Bulgatsu的加盟店主A先生表示 公司在宣传时声称 日最高销售额介于338万韩元至428万韩元之间 让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高销量的品牌 然而在开店后的一个月 销售额急速下滑 导致店主们纷纷向总部请求 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 此外他们还指出 在招募加盟过程中 公司曾声称 任何人都能制作并销售产品 然而实际上 却为提供适当的培训 Yondon Bulgatsu加盟店主B先生表示 在招募店主期间 公司宣称 任何人都可以经过短短两天的培训后 制作并销售产品 然而店主们在实际接受培训后发现 制作和销售这些食品的过程 并不像总公司所宣传的那么简单 店主们还表示 他们曾试图提高商品的价格 但总公司并未允许 对此德蒙库利亚方面进行了反驳 首先他们坚称 从未承诺虚假或夸大的销售额和收益率等数据 他们指出 在2022年曾向加盟店提供一份 预估月销售额达1700万韩元的报告 实际上这些加盟店的月平均销售额 与同类品牌相比并不逊色 此外 为了与加盟店共存 他们一直在降低物品费用 并且从未单方面拒绝过加盟店主的提价请求 同时他们表示 尽管已展示出改善的努力 仍有部分店主要求金钱补偿 并公开了去年8月 当双方矛盾开始计划时 公司与七位加盟店主进行的座团会的部分录音记录 根据该录音 一位店主说道 给我五六千万韩元 我会结束这件事 给我一亿韩元 我会保持沉默 给我一亿五千万韩元 我会解散协会 相关人士透露 该店主自我介绍时提到 他之前也经营过多家连锁品牌店 并且在演动布格茨之前 已经从多个品牌那里获得过金钱补偿 当时参加座团会的Dobon Coria员工表示 当天我们正在投论如何激活业务 但店主们表示没有兴趣 只谈论金钱补偿的方案 公司的立场是 应该针对所有门店 而不是仅针对特定门店 但他们只要求给自己补偿 并表示协商结束后会保持沉默 目前店主们预告 将会向工程交易委员会举报总公司 对此总公司表示 已于今年4月 向工程交易委员会提交了请求 要求查明真相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完全是无理取闹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 那么在韩国所有的连锁加盟店 如果销售额不理想 总公司都应该赔偿 这简直是奇迹般的逻辑 这不就是流氓 以这种心态经营 难怪会失败 不难想象他们的食物品质 和服务态度会如何 经营过多家连锁店的人 因为预期销售额未达标 而要求金钱补偿 甚至进行威胁 看来因为品账官是名人 所以他们才会如此行事 店主们别搞错了 生意不是总公司替你做的 而是你自己要做的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拿到钱 所以才集体行动 真是可笑 这程度的话 总公司反而应该以名义毁损 和损坏品牌价值为由 提起诉讼吧 在头蓬库利亚的反驳 以及录音记录的公开后 韩网几乎是一面抖的 在支持北中文了 嗯 突然想到了一个海外修辞影片 为了比较韩国便利店的便当 来到CU 如果面对这么多选择 不知道该选哪个 那就记住这位大叔的脸吧 嗯